央视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能够进入央视的每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 能够成为央视的主持人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 然而近几年却有不少人从央视离开 杨明明2012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实习 参与报到伦敦奥运会 凭借着甜美可爱的娃娃脸 幽默欢乐的主持风格瞬间脱颖而出 然而能力越大压力越大各种主持任务扑面而来 最终杨明明离开了镜头转向了幕后工作 然而今年杨明明发文已经从央视离职 她要留更多的时间给家人 这个消息真是让人猝不及防 然而央视又一重量级女主持被报离职 她就是央视才女王小千 说起王小千相信很多人是通过央视 交换空间这档栏目认识她的 王小千的父母从小就希望她能当一名外交官 所以她的父母没有给她报一些特长班 也没有让她学习奥数 而是安排她每天都去学英语 因为这个原因 王小千英语十分不错 眼看距离外交官的梦想也是越来越近了 只是命运总是会横插一角 并不会让你按部就班 15岁时一次偶然机会 王小千被青岛电视台中学栏目的一位导演看中 希望她能够来做主持人 这段经历也让王小千的梦想产生变化 王小千不再想当外交官 而是想当主持人 之后顺利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 并在1996年进入了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实习 最初王小千只能干一些杂事 经过不断学习 逐渐变成一个小编辑 王小千也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留在了央视 相继担任了万家灯火主持人 期间还多次客串过 政大综艺 节目的外景主持人 之后主持的交换空间 更是让王小千走入大众视野 然而2019年46岁的王小千承认 已离开工作23年的央视 当时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但她本人并未对此做太多回应 直到最近 王小千说出离职原因 她表示自己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 正因为时间不等人 岁数不小了 所以必须要快马加鞭 不想等老了以后 因为没有完成的心愿 暗自后悔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